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搬掉石墨墨 上个学期是宿命的石墨墨打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效果基本是发挥了出来的 好 只在搬一手花鸟券 还是不搬夜叉 依慕莲不搬吗 这一把倒是没搬依慕莲了 OMG 还是不搬夜叉 那现在的话看一下OMG的最后一手 搬个谁 自搬夜叉 自己锁了山峰和夜叉 那BLGM的搬人其实相对舒服一点 可以考虑把绝搬掉 还有樱木莲 对 就是绝和樱木莲应该是二选一了 OMG这边 来看一下BLGM的一个搬人 大概率就是把绝和樱木莲 山峰 没毛病啊 就是樱木莲和绝你只能要一个 看一下OMG到底是选择谁 按照克制关系来说应该是樱木莲吧 其实也不存在克制关系啊 就是说就看你们想打什么样的一个体系 因为绝只要第一手摸出来你们的一个分路 包括经济分配就定死了 樱木莲拿出来的话呢 其他位置都可以摇 当然这绝相不相 BLGM其实那场的这个一的绝打的其实算比较出色啊 整场没什么失误啊 只不过确实是没法给队友 信有力而力不足 没法给队友去提供太多的帮助 哦 直接拿下射手的小松丸 又拿小松丸 但是 对面可以拿白狼加樱木莲也没问题啊 他只是怕樱木莲加小松丸太强 是 哦 直接拿白狼了 OMG还是 三三今天就是想打这种 那这一局BLGM也给了机会的话 果然就直接拿了白狼加樱木莲的组合 那看一下 打野位已经搬了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手中路的命令器 一插山峰全搬了 打野就不着急了 不过鬼切的话 不先选吗 这一场看一下 两边其实还是BP比较有意思啊 就被BLGM选了 而且这场是轻机放出来 OMG都没拿 拿着灭灵器 可能是考虑到的是后期的一些团队输出 搬打野了 不要这样 这边果然先搬个可累师 可能再来一手 还有什么打野下来 因为OMG现在很有可能继续给你摇一个工具人打野啊 就是你去搬野盒随便搬 你哪怕是小秀一类的腰刀机你搬光 可能问题都不大 那再搬对面的辅助 海防主 会比兽都是可以考虑搬掉的 因为自己家拿了一幕连 前期线上的话要比对面强 对 那么OMG OMG咋了 我感觉就是有两种可能 要不然就上楼拿个狸猫跟你的爵去对线 然后打野这盘可以考虑掏个妖刀出来 最后手搬了新防主啊 其实针对了一下 就是说BLG有可能会打上盒 他们也要去更多的考虑 因为如果说我针对打野 你拿个工具人打野 那我这白针对了呀 所以说清防主这个点对决还是有一些限制 翻了灰眼机 那还有惠比兽 狸猫 目前自己是拿一个惠比兽 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组合 惠比兽对于白狼的限制还是蛮大的 毕竟白狼没有位移 而且得逼着白狼出简疗 好 必须要出天太女之蓝 是 那可能 要拿狸猫的话 可能会给宿命掏一手妖刀 不过这场妖刀进场 小秀 也没太多机会啊 小秀 对方的前排 没看到前排呀 主要是小秀拿出来 其实也不是说不过去啊 就是小秀的话 在这个版本可能会更加的 比起之前要吃更好的经济和发育 才能够发挥出效果来啊 最后一手的话 标签摸出了比安花 是一套典型的大团阵容啊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也不是版本嘛 我们的赛 OPL赛场 然后目前神小秀的 胜利不高 场次都 场次也不多 然后胜利也不多 是的 毕竟这个世神之前太OP了啊 位移又多 又有控制 又有百分比伤害 又有减速 又有自己的播客选举 又有无敌 可以骗技能 那么现在的小秀 确实是被砍了 但是机智没变 就这场小秀 其实拿出来还是想 最主要的是把宝压 在白狼和灭灵器身上的 这场小秀 看似能打野核 但是这场我觉得就是 没有必要就是 黎毛给小秀让线啊干嘛 就两个人就正常分线 然后呢 小秀主要就是前中期 发挥他最强势的点 就是我的游走能力很强 而且其实像现在打野市场里面 能去很好的去限制绝的 也没有几个 小秀在某种意义上 还是挺能打绝的 而且你不用去限制绝 就讲道理就真的是不用去管绝 就和第二场一样 我把绝放出来给到你之后的话 绝其实推线太慢了 就这个时间其实不用 把核心放在绝身上 而是让小秀只要能够 像第一局第二局一样 我不管把白狼或者灭灵器 我保起来一个 我就好打一些 那你也是看到 OMG这一局的阵容 基本来说五个人都带一些控制 能去断掉这边 OBLJM这边绝的一个球的 是不会让他 到了后期的团战很舒服 不会让他很爽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里是OPI2020春季赛 现在是OMG 依旧是赛点局2比1领先 我是解说小乔 我是解说小乔 来看一下这一局啊 两边的一个动向 目前应该也不会出现强势入侵 就现在入侵收益太低了 兵线出很早 一旦你入侵跟对方在野区打一套 你没转 如果再漏点兵的话 那就亏大法了啊 所以说现在两边就是试探性的凶一下 好面灵器一上来 就直接就交了郡足 雪二的比安花肯定是对位敢拼 跟他拼的 就两边对拼下来的话呢 肯定是面灵器换血比较转 因为比安花技能cd时间太慢了 而且又没有被动能够给他提供额外伤害 但是比安花能吸啊 能啊 能能吸血啊 就是他他打到二级三级的时候 血量就能慢慢把这个换血的这个差 就能追回来 我还想了半天 哎 吸 哎 吸 我想到你回回口血 我还纳门 我以为是清醒灯或者是清晰那种可以吸血的 想到半天 不过他这个盾其实前期也挺烦人的 就是比安花的这个一进龙之后的这个盾 是的 那现在来讲就是两边就是个换血 你看到大概三级的时候 比安花雪就能慢慢回满了 嗯 这会下落 都是那种慢慢抹的阵容 对小苏安肯定是配个这个和 慧比兽啊 前期是要被起脸的 那么后续来看啊 这里宿命已经帮助面灵器在中落 斩获了一个人头了啊 Yuki是交掉了 确实小秀在前期比起任何一个士神啊 我感觉二三级的时候都要抢 他的游走能力太强了 打了个喷铁 没看到中落这一波对不起 哎那也是 这会儿爵士发挥出了自己这个士神的强势点啊 可以看到一一这个爵士每一次在拿到现权之后啊 都会去脏掉这个对方打野的一个野怪 同样的这一波也是成功脏到手 他每次完绝对线也是那种不是很强的 就是在线上可能压不了绝的这种士神 对 当然的话就和第二场的思路是很接近的 就是不会说跟你去打的太强势 而且我这手神行还有一个手保命符 那这波被压了没血了 可能要直接回了再神行上来 对 我就是让我就可以给你换一波血 换完之后我再神行上来 这样子至少我就不会一直是被爵压着这个兵线了 而且爵现在一旦状态不好 小秀很有可能会上去 一波都被打出来了 虽然是脑补的上路的对阵 对 大家看中路这波鬼切啊 强行过来打套技能 背面灵气顺步躲掉 但是你惠比兽一走 下路小宋安就得守塔塔之子 没问题孩子 对 别推线太慢了 而且对面也在卡兵 往上走 没有想去推 不想让这个小宋安吃的 哎 这一波打的有点凶啊 直接顺步上来强凶一波 反手自己被勾了一下 那有点难受 哎 交了自愈 这波算能能拼掉吗 拼不掉了 没了 那一波连这波 其实这一波确实是花露子这一勾啊 确实是画龙点睛 本身是一个换血比较吃亏啊 要辅助的血换了射手的血 但是这个勾到塔下 刚好是没有顺步的一波连 这波打的就很舒服 小秀的卫移撞墙了 没过来 对 如果能第一段卫移 直接卫移过来的话呢 踩一脚 这个花应该是 又要交顺步了 死应该是不好死 但是顺步是一定要交了 到了六级直接看他吃这波冰 主要为了 把这个大招开出来 也是想跟对方卡一个 不亏的一个回家手间 看到这个版本就是到现在为止了 打野其实还刚刚才能溜 要比较慢一些 大招来的晚一点 好上路这边 这版本是可以看到 就不太有就是强行在六级之前 疯狂脏线的这样一个打法 因为也许其实资源还挺丰厚的了 不像之前提高了这个打野的经验了 所以说如果打野 刻意的去脏线自己的等级不会差 又来了 会让自己家这个线上事实会比较难受 来看这波鬼切刚好也就是在下路的 所以说 这里的话呢 下路强突 并不会很转 这 这一局的位可真的很凶啊 对 无论是顺鸡飞 而且刚才上了个 对 提前换青石是叫队友过来 结果队友发现打不了了 不过来了 这个青石反正你不交也是浪费 直接点上去 说明这边偷十句是有点想不到的 对 这会没事干了 而且是个小秀打十句或者大蛇的速度 中路有限权 灭灵器可以看着 所以说 这波打十句没什么毛病 已经被看到了 对 那这可能会演化成一波4v4的战斗 鬼切直接过来 空起来加上一个拳躲掉了 给出看一下是谁的 鬼切抢到这个十句了 那可以走了呀 对 这波有点危险交瞬步 但是鬼切有大招在 直接收到你没人头 主要这个时间白狼打不出什么输出来 比较尴尬 小松蓝倒是 毕竟比起白狼 他有一个大招 而且还有一个小松果 你看现在真的就是打野挺难受 因为他没蓝 改动了之后的话 打野位的话 在前期如果 只要是抓人的话 就比较不舒服 不能像之前那样无限蓝 对 你得要控制蓝去打野 看一下这一波小秀 要被包 但是 来的比较及时 但是 慧比兽连的线 不是也主要是他犹豫了一下 可以看到 就队友的这个伤害也不敢跟白狼 刚才也不敢往前凶啊 所以说刚才那波并没有打起来 可以看到这个慧比兽和小松啊 自愈和那个盾手都在身上啊 这一波上去也没有机会击杀 而且这一局BLGM的阵容也不好让小秀去切 刚才说到是这个绝 可能小秀打绝还不错 但是下路这个 无论是会比兽还是比安花 这一波 强行反麒麟面临起有大招在的 那这一波不好反了呀 鬼切手里还有个一 再打的话要出大事了 过来了 鬼切是用力已经能加上这个降服回了口血 躲了黎猫的控制 所有唯一全交啊 但是小秀这一脚踩下去 直接大招控一手 配合黎猫 知道鬼切没有逃生能力了 那后续 绝已经打起球来了 那就赶紧溜 绝这波也不足以击杀吧 这个上头了 我的天一 被晕在塔上 这个进塔进的有点说不过去 两个人都过来了 对 这一波确实是自己打得有点上头 那么中路可以看到 由于面临起的支援啊 比安花过不去 索性就跟上来 强推了一波中塔 对 那这一波的话呢 这一手是差一丢丢啊 把这个中塔推掉 黎猫是神行去守一下这个中塔 大蛇快要刷新了 中塔丢了的话 对于两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OMG 已经连着三盘自己家中塔守不住了 这个确实是打的支援的比较及时 支援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把兵线拉的很好 而且也是BLGM对于对方的这个中路一塔还是优先级很高 经常到到这个时间点就是抱团先去把这个一塔拆了 就看到很多选手有个小习惯 就站着不动的时候就开始转 但是反应吧 搓手 不让反应平下来 后拇指 这面就开大 应该又是要把鬼蝎的技能逼出来 果然鬼蝎是交了大招没顺步啊 只能利用大招 还好黎猫是在一个断后卫上 有双中动杀星了 黎猫大招也是一半是在救面灵器啊 一半也是有机会 如果吃到这个控制的话 面灵器再喷一口 这个边花也很危险 绝对说是没有被动的 这两个人回家的情况下 这中路的塔可能就要住了 这个中塔应该是不要了 也没法要 现在的话呢 必须是等白狼发育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自己家是外塔全掉 这个时候不要建模 要事业大好 我觉得是有点动意思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BB团战 就看你来不来 你不来我就拿了 你来了你没塔守 咱这团战打起来怎么打 其他全部都是赚 邀尼控这一把的经济 其实相较于之前来说 还没那么多 因为一直在游走 可以看到这把 其实鬼蝎的画面很多啊 一直在动 落不到好处 小秀是一共拿了三个头啊 刚才那波上路直接是收俩头 现在白狼一直在疯狂补发育啊 小松安同样的也是在吃野区 还得追一会儿 追个五百块才能追上小松安 对就目前来说的话呢 就是OMG得要去找点小机会啊 配合小秀 跟狸猫 抓个人推个塔 抓个人推个塔 这个外塔不推的话 越往后拖越难打 现在绝是直接能保住一路的兵线的 其他路的话 就借着绝在带线慢的这样一个特征 赶紧去找 你看 说淘淘淘淘淘 中路白狼已经压了过来 阿克又有点靠前 不过 看到会比兽了 人多四个人不看 这里把绝逼过来 那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其实 也不转 面灵器交了个顺步 就一旦说灵咒交的多啊 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BIGEM直接给你开车 强逼团战 你没顺步你不好挪打 下路的十句的话 看到绝和鬼蜥这边有意思的 想拿两个不给对方 但是 小秀 小秀没过来 这个十句不用要 小秀还不如去推险 小秀只要带线也有点慢 但是 第二条 如果三条全拿的话 还是有10%的一个 12 那就是 三条全拿的是 10 我觉得580 580 但是这样比较的是20%了 相当于是 少了10嘛 而且还要多挨10%的揍 那现在的话 其实 怎么说啊 就是OMG也 新级也没办法 哎 也没有热豆腐吃不了 他这阵容就是要等到后期一点 对 后期对方也厉害 就这一局的话 最主要的是自己的防御塔保护的不够好 这是最大问题 现在 绝下路摸个十句出来 限制一手二塔 小秀这个时间就只能跟绝在这个单带了 也不好支援 我的意思 而且本来还以为小秀选出来 其实是能 就想打前中期节奏 但是 能和这个绝去拼一拼的 对 因为像之前你看夜叉和绝打 打不过 同经济打不过的 来看这波 惠比兽 小秀这波也没办法 直接被拉残 而且这夜叉也在下路的 完全是被震射住了 OMG这把有点 被这一手绝搞得有点 不知东南西北了 有点鱼一虎虎的 因为刚才其实 对方只有一个惠比兽在中路河道 完全不敢去开团或者是动蛇 这一波惠比兽的钓鱼被打断 Hawk手速够快 现在这个二塔小秀感觉是守不住的 所以说最好是小秀和夜叉在 小秀和这个绝在对峙的时候 就是OMG去找机会开 因为他们有狸猫 主动开团是很好开的 面临气的输出也不差 所以说现在 对于OMG来讲只能这样打 这一波 宿命是抓到了一个机会 大招给出刷个护盾 小秀直接交瞬步 对鬼蝎过来也是打出了这个小秀的瞬步 那这波算是抓的好机会 给到自己的这个队友 有机会把这个中塔先拔掉 好狸猫这波直接交了瞬步 后续叔叔应该跟不上来 这么想上狸猫 但是这一钩被李小躲到了塔后面的地形里 只不过这个控制是给到了鬼蝎切入的时间 别人花大招都甩出来了 就为了留这一只狸猫 对因为这个时候简员可以拿蛇呀 但是别人花少了大招 鬼蝎没有大招的话 打是能打 但是面临气的发挥空间就有了 可以操作一波 这袋蛇 诶 鬼蝎回去了 拖一段时间 要去补状态的 是的 而且狸猫是有神型的 要打就得果断 你等一等狸猫神型过来 再支援个大招 这波团战指不定谁赢谁输 但来的怎么狸猫有个神型的 5秒钟 这里波是小秀被打残 往后先拉一拉 会比手也是 非常残 现在面临气的操作空间很大的 诶 拆一下没喷爪 对 鬼蝎也被打出了瞬步 所以说这个时候 OMG有机会去接盘 当然接盘的危险程度很高 对双方来说最好的就是回家 这个各喝各家各找各妈 该补的补该推线的线 该推线的推线 反正就拖到两个射手都成型 这小子弯有一个500经纪的领先 一直有 从刚开始就没被白狼追得上 就现在稍微少了一点点 太难追了 新鲜的速度也不是白狼能比的 白狼这边还是出了 明冻长风加天太女之兰 这样的话攻击速度是有了 但是白狼这一局的话 就没有做一个手前核心输出 就是重视明川 是的 但是攻速和这个主要是靠攻速 白狼的伤害在于他三技能的附带伤害 所以说无所谓暴击概率 只要攻速达标 这可以 实际都已经第三条了 这一把打得还真是稳的 双方都是 现在的话就是说BLGM这个30具能不能空档 双方打野下路碰头 鬼蟹这边想去瞄小秀其实还挺困难的 虽然说双方都有一些规避 对规避伤害的能力 但是小秀单挑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除非是残血被你鬼蟹遇到了 就怕一个夜叉和这个山峰 就打不到弱点 其他事实人的话呢 都能够高山的攻到弱点 就是比他灵活的碰不着 果然要30具 但是这一波我知道你在打10具 那我就要想开团 OMG还不动手吗 OMG不能犹豫啊 这个10具一给 但犹豫真的没了 来不及了 已经没了 太晚了 小秀还想去抢10具 看10具是谁的 被BLGM拿到了30具 小秀也抢不到 可以看到他的降服还没有赚好 就过去看一下 对方是否在真的打10具 让自己绝望一下 关键的是 其实两波了 每次对方少人的时候 就其他队友就只敢在这个中路 河道晃一晃 是蛇也不敢打 团也不敢开 对 其实一直经济没落后的呀 白狼是完全体了 跟小秀还两个人 这会下路又是一个10具 硬生生的吃掉了 OMG的下路二塔 又回到了BLGM的一个节奏 掌控舌空的一个视野 有这波李小又被晕了 这一波看一下李猫的位置 交顺不溜 有神形 这波赶紧往后拉是最好的 鬼切也在 技能全交了 为了救一下李猫 这一波 鬼切有点凶啊 反手是打了一波灭灵气 但是 打出了李猫的一个双灵咒啊 神形也被迫得要交出来 那现在的话呢 哎呦 这一幕连又被勾 刚竖完双方回到一个平行线 这一幕连又被拉到了啊 这后期惠比兽这个摸奖 真的是没法管 关键排波的 对 很及时 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大蛇直接 要强打大蛇没了呀 那这会儿看一下白狼 其实后排了 但是没有人保护的话 有点难受 顺步也没用 那这波团战 但讲道理啊 又是一个 不要加大获全胜 但是 零猫这波应该也走不掉了 那又可能要被一波了 这 看一下兵线 如果全员集结到下路 真有机会 直接突突你的这个基地 因为都到了十七八级了 复活时间都在三十秒往上走 小秀这波绝不让你回去 反手可以的 命将这一波操作起来了 是没问题了 但是这个中路高地怎么办 中路的话 银木连是拿命去守了一波线 他还有一波白鬼明线也 对白鬼线还多 就是说现在银木连这波牺牲 又给到了更多的这个机会 让比亚杰姆去打一波 但是比亚杰姆也是见好就收的 毕竟现在在点局能稳则稳 对方在点局 虽然说OMG选了一手白狼 要往后拖 但是前面很多机会当了 又是一勾 又是勾 这怎么着 这个会比兽的勾子上是带啥呀 带点带点东西 对上面挂了一张一百块钱人民币啊 这好奇 最大面值 这怎么会 资质都不会这样呗 这个东西没有没有说法 这是看手感和状态的 就是越怕越重 说不来的 这个东西真的 就这种试身拿出来 本身就是容错率就比较低 你中了 你就往天上走 你没中 你就叽叽 所以说刚才这会儿确实是 有点三四连勾啊 都是关键勾 对 狸猫吃两勾 银木连吃一勾 刚才又是勾了一手 又吃了一次 这你没办法 银木连这大招开得有点早 白狼这波差点没输 是的 李猫忍不住了进场 但是白狼刚好没输出啊 我说大招也是克了 守了一波 刚好卡到白狼没输出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绝就可以进场突突突啊 虽然收这个银木连差一个球 没收掉 对 但自己还能走 哎这白狼有没有人管呀 没人管白狼的吗 小宋安在 小宋安跟白狼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里面两个人的附带伤害 机制虽然不一样 但是打到身上的这个 就是两个人单挑来说 真的是指不定谁赢谁出 甚至小宋安和尊战优势 白狼的伤害削坦能力更强 小宋安其实打碎皮子能力更强一些 那现在的话呢 OMC应该是守不住了 今天又没了小宋也被收纳 这波哇搬回来了呀 让二追二了呀 都是你自己奶奶 你说什么你一来就就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哎我也没我也没继承仓鼠的这个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哎 这BO5魔咒在我身上啊 这个赛季 原来是你 这锅我背了 我还想说是我最近和仓鼠关系太密切 我想跟他绝交了都原来是你 我我也是莫名其妙的BO5有点多 就这个赛季 我还说我也就是把选手们的网弄扎一下 或者是电闸跳一跳 我也不至于强行拉到2比2 你跟电有关 我跟比分有关是吧 咱俩今天结合了一下 那咱俩还能怪谁呢 谁都怪不了了啊 锅背起来 是的 你说那一天电闸跳 你可以往仓鼠上推 但是今天又是因为电的原因放 也能往你上推一推的 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净的 我是纯洁白莲花 一切的因素与我无关 那现在来讲 BLGM也是打出手感 就这一波 感觉就是 我就是拿小松丸 就一扇来我就是拿小松丸 明摆着跟你去拖后期 就这场OMG也是 对着拖了一手 但是没拖成功 而且 这场OMG 其实我个人认为问题还挺大 中间的好 至少有两波吧 对吧 对面拿十句的两次 以及鬼蟋带下戴线 两波的机会 OMG四个人只敢在中路去望 或者是五个人 都只敢在那边看着 不敢去开团 他们团开的不是特别好 就想拖白狼 对 二一个就是说 这一局的下路也没有拿到 什么绝对的优势 所以说 整体这边来讲的话 两边都是想往后期拖一拖 但是 目前来说 就是这一局拖到后期 没有人能管这个绝 残局的时候 绝其实是 才是最大的boss 手里面还握着一手浮除 就更不怕对方的控制了 而且这盘其实最大的输点 就在惠比兽那四个勾 倒不是别的 就是这四勾 那一波直接是 让对方的两个前排 让MG的狸猫和鹰鹏脸全没了 对 那这团怎么打 就是感觉 因为选了一手白狼 就想拖到很厚很厚 要白狼发育起来 要18级才敢去开团 那对方小苏丸 我也不怕给你拖 对啊 而且后面你看小苏丸和白狼对点 那肯定还是小苏丸爆发高 直接能点得动 看一下赛伙数据 这一场比赛 再加上就是说阵容上面 就是小苏有点拖不起 鬼切反倒比小苏在后期的 这个作战能力更强一些 而且这一场 真的什么都不用说 就那四勾 如果没有那四勾 蛇没有不可能拿得这么轻松 但是这一版反正感觉 宿命打完这个小苏 我觉得好像小苏在这个版本 还要比上个版本吃香鞋了 没有上个版本那么惨 还是机智问题 我倒觉得这一场 就可能还是 他肯定还是比不过夜叉山峰 我当时猜的是腰刀鸡 这一场如果拿腰刀鸡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导播懂 这时候AS没毛病 是的 MVP给到了花落 这几个很关键 就让自己兵不血刃的拿了蛇 不说了 还舒舒服服的推了很多 居然还一次没死过 2010那个KD 就那一波差一点点 交了顺步之后 免兴器那个喷的距离 差了一丢丢 没喷死 但是惠比兽是私血 还挺难看到辅助为拿到MP的 其实那这把真的是中间的几步团战 靠了花落这手的惠比兽去拉 拉这个打开团战的一个局面 看这一第一勾啊 就是勾到了这个一猫啊 第二勾勾了一木连 一木连等于是白给 去看视野的一个位可 直接被勾回去啊 一堆人都在 看